今天呢我们来开箱 辉博家的一支钢笔 叫做Andoro 然后这支笔我买它的原因 是因为它木质的笔杆 实在是太吸引人了 然后我现在就做一个假的开箱 其实我已经迫不及待地用了它了 这是他们这个辉博家的一个盒子 然后我们可以把它打开 哇,你可以看到它就是一个抽屉式的拉开方式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这是它的盒子的内盒 有一个小小的产品说明书 然后这就是我买的这支Andoro的钢笔了 然后这支笔的质感是一个金属配合木质的效果 它的笔帽是一种闪闪亮亮的金属质感 就是这个地方会有它的品牌的logo 在这边 然后这个笔身是一种英国项目的材质 手感非常的好 然后它的这个形状整个是一个六边形 我们可以从这边看到它是一个六边形的样子 我给大家待会试一下这支笔的书写体验 现在我就要给大家打开这支笔了 它不是旋扭的打开 它是直接拔插的方式就可以把它打开 我们可以听到清脆的砰的一声 它就打开了 然后这个笔的笔尖部分也是非常的好看 我们可以看一下 我看一下它对焦 它上面有一些那个小点作为装饰 然后也能看到辉博家的一个品牌的logo 然后这个笔的旋扭打开之后呢 它自带的这个 它会送你一个这个吸墨器 然后吸墨器的这个容积我觉得是很大的 然后我现在已经注入了这个墨水 这个墨水也是来自于达阿米家的一个叫做 英伟家系列的肖邦的那支颜色 然后我待会给大家试写一下 整个这支笔都非常有质感 无论是它的持握感也好 还是它的书写体验也好 都是非常舒适的 而且它的配重也非常好 你握在手里会有一种非常扎实的感觉 终于到了最让人激动人心的试写环节了 我今天用的是这个 达阿米家的音乐家系列里的肖邦这支颜色 它是一种深的墨蓝色 混合一点点灰 它的颜色比较质朴 我觉得用于日常的书写是非常可以的 然后呢 这支笔的笔感也是给我这种非常扎实和质朴的感觉 所以我就选用了这个颜色作为墨水来进行今天的试写 我现在给大家展示一下它这个线条感 我买的是EF头 所以它的这个笔触比较纤细 然后呢 它的阻力感比较大 它不像那个之前我们用过的其他的钢笔 它会有一定能阻力 然后呢 在书写方面呢 我觉得这个EF间非常适合书写中文 比如可以书写非常复杂的字 你看它的书写感还是很好的 你可以听到它和笔之间摩擦的这个沙沙声 然后呢 我们书写英文也是非常好写的 比如说 它的这个样式 我觉得始终是在我的审美上的 而且呢 它用起来也非常的舒服 然后日常使用起来呢 它不是那种让人觉得非常的高调 那种钢笔 我用伴侣笔来形容这支钢笔 真的再恰当不过了 我就是觉得我可以用它的天荒地牢 真的 我真的非常喜欢这支笔 穆 Birds 尺寸的 这样就这么多了 我们俩来了 感谢观看